这次回国 国内的孩子独特的懂事和成熟 让我特别的感动 尤其是这两天呢 我看到13岁的尿毒症小男孩故事 真的是让我无微杂陈 出生之前爷爷奶奶就去世了 6岁的时候爸爸也去世了 去世不久他的妈妈就离开了 但是他还特别的懂事 体谅妈妈说因为妈妈有癫痫病 自己没法照顾自己 他这一份成熟啊 真的是我们大人都做不到 乌漏偏逢连雨 在几年前竟然得了尿毒症 小小的年纪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长期跟六十几岁的大爷一起住 但是大爷身体也不好 几年前得了中风 长期在医院里面住 而且大爷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还是低保护 得到了政府的救助 每个月呢拿到六百块钱 添补家用每天去垃圾桶里面捡废品 他只能晚上去 因为晚上凉快点 并不是因为他怕苦 不能白天出去 而是因为他身体真的受不了 一个满身病痛的孩子 还有坚持到晚上半夜去垃圾桶里面捡废品 他的这份坚韧 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们成年人都做不到 采访中特别知足的说 每天捡不到十块钱 不过也够了 我们的孩子花十块钱 买一瓶饮料 买个汉堡 吃几口就是浅了 真的是跟他相比啊 太不懂得珍惜了 没有童年 死神也在等着他 他深知自己的命运 但是他轻松的说 我也想像其他小朋友一样玩和学习 但是可能没有机会了 他这一份从容是生活的历练 就连我们成人都要向他学习啊 我真的是要感谢现在的自媒体时代 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关注 现在呢 他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帮助 希望他的将来呢 病痛越来越少 生活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也是做自媒体的意义 让我们的周围充满真善美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这次回国特别深有感受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真的是特别的善良 周围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了 很多人都伸出援手 众人食材火焰高 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都能特别迅速的得到社会的帮助 我这次回国 时间安排的特别紧 经常出差 这一出差呀 三个孩子在家 我妈妈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 所以呢 他就需要好多亲戚朋友 邻居的帮忙 这别人帮一把手啊 就给他减轻了好多负担 他就能把这一关给过去 让我感觉到国内 真的是充满了爱 要是在美国 你想让别人帮你一把啊 那可太难了 别人过别人的日子 关起门来 自己家的事自己解决 你想请别人帮忙 那都不可能的 我这么一说 又该有人不愿意了 你老黑美国 说美国不好 中国好 我跟大家说 我在中国感受的是 雪中送炭的温情 但是在美国感受的是 锦上天花的居甲 当然咱们说话要客观啊 哪个地方都有好的和不好的地方 但是中国是我的祖国 我就是怎么看都好